文化 引導發安 各位觀眾午安 我是阿拉子 歡迎收看原始午安報新聞 先起來看今天午間的新聞重點 今年杭州亞運 臺灣選手表現非凡 南投新一箱公所也特别办理了表彰典礼 欢迎箱内的选手凯旋归来 光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同志活动 昨天结束的台湾同志游行 也有原同盟成员的父母到场力挺同婚 高等教育是培养国家专业人才的摇篮 有教育团体以大学教授为对象进行民调 发现教授对学生后毕业后的前途感到悲观 回顾周末热闹的想必其中一场 就是在桃园的阳光剧场 连时两天举办的联合风年节 是吸引了许多族人穿上传统服饰参与 就连圆明会主委一将把路的兜出席 也视察了一旁的原住民族产业园区 预计明年二月就会试影韵 在万人大型场地的阳光剧场中 穿着不同族群传统服饰的族人一起跳起乐舞 参加在假日办理的一百一十二年 桃园市原住民族联合风年节 吸引大批旅居都会区的族人朋友积极参与 我们大家都往北部来 展现这个文化的习俗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去学习 尤其是年轻人都上来北部工作 几乎忘了忘了原住民的习俗 严厉满是对文化流失的担忧 尽管因为工作求学来到都会去生活 部分年龄层的族人都期望能将文化传承下去 然而在人口少数的族人眼中 希望各族间能够均衡发展 这是关区的老师 舞蹈老师 然后就教一些慈善的舞蹈跟歌舞这样 然后让他们知道慈善 因为我们都是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 然后就是一起学习这样子 我会希望因为我们像我们泰鲁格族 少度而已 联合丰年节中现场参与人数大约五千人 更有传统舞蹈比赛等项目 而圆明会主委江鲍洛尔也来到现场 强调语言是传统歌谣和碎石记忆的根本 而主委也强调在阳光剧场旁的桃园市原住民族产业园区已经兴建完成 规划在明年二月市营运 未来将有四十六个单位进驻 并要拓展远住民族业者的通路据点 带动经济收益 接着联合的圆明活动把镜头转到了新北市板桥的第一运动场 新北市政府因应联合国把今年定为国际小米年 就将小米带入了这次的活动当中 像是既食用品跟饮食 圆明文化都跟小米息息相关 不过就在都会区的族人 要全程小米文化其实也并不容易 今年在气候变迁以及战争的影响之下 造成全球九成国家通货膨胀 五十三国爆发粮食危机 而联合国也因此发现 小米不只容易种植营养价值也高 更适合作为主食 就将今年定为国际小米年 新北市政府更把小米带进都市 将一年一度的圆明联合文化活动以溯源为主题 期盼开启大众认识小米与圆明各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进而从永续农业的政策中 协助族人附赠小米文化 借由小米探讨我们饥饿的问题 全球的粮食问题 所以各位把传统的文化 一年一度带到这边 跟我们所有市民中朋友分享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以排完族人来说 小米就是祭典喜庆时重要的主食 包含小米酒吉拉夫 从种植小米开始 所有的工序就是一种饮食文化 但族人表示 要在都会去富正族群的小米文化 并不容易 一般我们都是用课程 在县城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部分因为野民局部分有 在合集有租那个一贵劫 有时候我们会种小米 也是非常成功 因为我们自己赛下族的观点来讲 心情是比较坎坷 因为我们还是要奋斗 还要跟平地人去竞争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努力 虽然新北市并没有可以让族人稳定 富裕小米文化的基地 但一年一度的文化记忆中 除了让各族群族人 依序展演记以外 今年更在周边设置 小米展览活动摊位 用不同的形式 在都会区传达小米文化的价值 除了农作物跟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艺术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发展 看到台湾被视为南岛原乡 上个周末就启动了 台湾国际南岛艺术三年展 第一届就汇集国内外 共二十五位的艺术家作品 就带你一起一睹展区的精彩作品 台湾国际南岛艺术三年展 第一届在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隆重开幕 展览主题溯源La Miss 汇集国内外共二十五位艺术家 针对母体文化及南岛历史的反思 呈现一系列影像绘画 雕塑等多元媒材的艺术创作 我们五千年的这些历史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神话 我们的工艺 我们的乐舞 在这之间如何在现在 动荡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不管是气候变迁 或者是疫情 或者是战争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可以生存下来 台湾被多数南岛语族视为母亲之道 许多学者也透过语言 文化甚至植物 发现南岛语族的文化历史脉络 三年展希望透过艺术 让世界再次看见南岛的生命故事 如何让海洋不是成为隔阂 而是成为桥梁 我想这个问题 就留给更多的人 看过你们的展以后 提出他们的答案 那也希望这样的启发 跟这样的认同的提醒 可以让更多人 看见南岛族群 看见台湾的大家 我们的文化园区 其实如果你以前有来过的话 这五六年是患难一新 未来四个月的时候 我只要有机会 我要慢慢的来认识我们的艺术 原明慧表示 近几年借由绿珠雕琢 再造计划 让原住民族发展中心 成为优质的艺术文化展演平台 南岛艺术三年展 从这里出发 带着艺术家们航向全世界 而走上国际介绍原明文化 音乐也是以下很好的媒介 来看到的是台东县政府 委托金曲奖得主 悲难族的五号根 来统筹进行原住民族歌谣采集 也在上个周末 举行了成果分享会 期盼是以新的思维和面貌 来呈现部落文化 以及好声音 台东县政府积极进行原住民歌谣采集 及专辑制作 重现部落长期累积在地音乐能量 二十八号在台东波浪屋 举办看的声音听的地图二 歌谣采集成果分享会 县长饶庆林也亲自到场主持 希望透过计划 让部落宝贵的传统歌谣文化能被看见 县福表示 今年委托金曲奖得主吴浩恩 统筹进行原住民族歌谣采集 并以聚一同迎唱歌谣为主轴 邀请多位知名音乐人 及在地音乐创作者协力制作专辑 期盼以新思维和面貌 呈现部落好声音及文化 在这样的合作模式里面 除了保存之外 还可以向世界发声 然后还可以跟不一样的音乐人 做出新的共振 我觉得这是 在台东县政府觉得 这个专辑它给我很大的空间 可以做非常规的事情 看得声音听的地图二 歌谣采集相关展览 将在波浪屋持续至十一月十二号 也邀请民众欣赏台东 丰富的族群文化 到场感受多元的部落音乐呈现 原视信我们驾驾 台东市场的报道 而为了要提升原民商品 在台南市的能见度 台南市原民会就跟 迦南药理大学合作 办理了扎哈木勒原通路 据点创新培力计划 来培育十五家具有潜力的 原民业者 从产品设计到包装给予辅导 来开发完成后 更办理了新品发表会 业者纷纷秀出最新产品 有刺葱做的辣酱 马高肉干 以及原民风格服饰 手工艺等 这是台南市原民会 办理的 达北扎哈木勒原 新品发表会 培育数家具有潜力的 原民业者协助开发新品 吸引不少民众目光 跟现有的市场做一些区隔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产品上面 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元素 那我们的手工艺新创品 这些今天有十五家的新品 然后也希望这个新品在市面上 可以有它的一个市占率 然后也希望这些推广是 大家都喜爱的产品 达哈木勒原通路据点创新培力计划 由台南市原民会 与嘉南药理大学合作 透过产官学合力 从产品设计到包装 给予辅导跟提供许多曝光机会 跟我们的原民会 它是政府的原民会 对来做合作 它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平台的通路 跟新闻的产出媒体来曝光 今年就是推出了四人同学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主题住 对主题住 等一下稍等就是我们会那个 就是在在走秀的过程当中 都会有都会有那个主邻住在那边 台南市原民会希望 从设计品牌经营等面向协助 打造具原民特色 又有实用性与生活化的商品 强化原民品牌 在市场的竞争力 不过中午的美食要带你来看到 有险类黑钻池之称的日本大河黑险 目前在日本是被列为濒临生物 当地研究数十年还无法人工养殖 但就有台东一家的水产职业者 利用了太平洋生产海水 成功在台湾让大河黑险繁殖量产 去年还卖回日本市场 甚至还创下了一年将近三亿的台币产值 就连日本黑险博士都来台湾取经 将烫熟的黑险加入油锅里 跟着葱 浇 蒜 大火拌炒 每一会这盘黑到闪闪发亮的炒黑险 就完美上桌 业者特别准备这道拿手家常菜 要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 一大盆黑色的黑险 每个都是业者辛苦培育的新险 这就是被誉为险类黑传学的 日本大河黑险 目前野生品种在日本被列为冰围生物 当地研究十多年做不到人工养殖 但台东业者做到了 甚至连高龄82岁的日本黑险博士 都千里迢迢到台东取经 优者表示大河黑险的营养成分 是一般险类的七倍 自己十年前看准商机 就立刻引进台湾 并利用深层海水低温及富含矿物质的特性 成功进行人工养殖 去年回销日本市场 还创下年营收将近三亿台币的佳基 吸引日本学者率队到台东参访 研究黑险五十年的终身博士 对台湾业者的饲养技术 捕捞分类的机械化生产 赞不绝口 而业者也透露 今年适逢役后国境解封 再加上日本排放核污水等因素 外销订单直线成长 日前一增加育苗量 将用以提炼险金产品 估计营收有望再翻倍 第十二届世界核球锦标赛 昨天冠军战 虽然最终是以9比27不敌荷兰队 但中华队也拿下了银牌的好成绩 但您稍后关心 欢迎回到五万报新闻 带您来看到中华队在国际的运动场上 又缔造了队史最佳成绩 第十二届是就世界核球锦标赛 昨天的冠军战是由中华队 对上世界排名第一的荷兰队 虽然中华队一开始就展现了不凡实力与默契 但最终还是以9比27不敌荷兰队 不过也拿下了银牌的好成绩 民众热情的加油声回荡在台北体育馆 四年一度的世界核球锦标赛 29号是迎来了冠军战 由身穿黄色战袍的中华队 要对上世界排名第一的荷兰队 比赛一开始就由中华队显持得点 但荷兰队世界排名第一的实力更是不好对付 没有多久就乘胜追击 荷兰队有着高大的身材优势 以及丰富的赛事经验 上半场结束就拿下了16分战事领先 虽然下半场中华队调整步调力往狂烂 但终究不敌荷兰队 最终是以9比27获得银牌 为了能够打败荷兰队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技术的磨练 甚至战术的磨练 比较遗憾的是很多机会都没有掌握住 虽然前面打得很好 但是后面他们荷兰队真的应用了很多的优势 打起来会让我们很吃力 虽然作为第一组队中华队 并没有将冠军留在台湾 但已经缔造了队史的最佳纪录 然而荷兰并非亚奥运会中的项目 但荷兰是需要由男女球员 合力将球送进篮宽的运动 近期就由原乡学校以性评教育为出发点 开始推展荷兰 三年 我希望我可以打成国家队 我之前也是核球国家队的 只是说现在当校长了 掌握一些资源 想要从教育里面开始做事尝试 跟孩子宣导彼此性别的保护的尊重的模式 国际总会也很努力把核球的项目能够纳入在亚运或者是奥运 我们希望在教练的人才能够再多培育 然后向下扎根 让我们原住民的小孩也都能够经由接触核球运动 对于两性的一个教育来讲的能够观念能够再逐步的提升 在国内核球也并非主流运动项目 但台湾核球却是世界排名第三 而中华代表队也将迎战U21 U19以及世界运动会 要持续用核球为台湾打出名声 远秀总监许江云台北师采访报道 凯旋而归的荣耀 还有在杭州亚运摘金夺云的台湾选手 其中来自南投新一乡的甘家威 古小双还有申后伟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亮眼表现 新一乡公所这次是大阵仗 办理了游街跟表彰典礼 除了要激励后备之外 也让家乡持续成为体育人才的后盾 刚进到部落就受到族人放鞭炮欢迎 为了让为国争光的亚运国手感受家乡族人的祝福 新一乡公所以车队游行的方式 分别绕行乡内十二个村 让选手沿途接受族人热情的恍惚 游行结束也透过布农族的巴布和音 以及周族的凯旋歌舞 迎接三位国手凯旋而归 今年杭州亚运台湾选手表现亮眼 其中来自新一乡的古小双 成功未免空手道项目金牌 另外甘家威 申浩伟也分别在拳击和棒球项目获得银牌 对于家乡族人如此支持自己 三位国手分别透过表彰典礼分享心得 除了表达满满的感谢 也期盼作为榜样 鼓励后辈勇敢追梦 其实就是想要鼓励所有的青少年们 去找到一份喜欢的事情 然后去努力学习 然后勇敢追梦 然后不要觉得自己从部落出来的 可能跟世界没办法竞争这样子 相信都这次都看到了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站上国际的舞台这样子 不管走哪个运动都是非常的辛苦 你必须要接受自己的失败 你有时候都要面对自己的情绪这样子 就是蛮辛苦的 然后我们最大的后盾当然就是自己的家人 然后再就是所有的族人这样子 牧师帮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是围在一圈 那个感觉就像 就像台湾的人 帮我们这次亚运加油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对对 就是会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打每一场比赛 为了让国手更深刻感受家乡的支持 典礼上县府与公所等单位 也颁发奖励金 匾额以及对应选手项目的 客制化木雕奖杯 并强调不管是公所或是县府 未来都会持续让体育发展环境更加完善 发掘更多优秀选手 也有更多舞台发挥 这并不是因为亚运而设计的 而是我们长期来看到我们在南投偏乡有很多的国手 那因为这个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容易被外县市所吸收 那么这个是我们县市里头 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开拓在教育这个区块的努力 公所表示 办理表彰典礼不仅是慰绕辛苦为国出征的三位乡内国手 更重要的也是希望让更多乡民关注并且支持家乡选手 同时透过这些优秀的体育人才成为原乡孩子的楷模 让更多孩子为家乡发光发乐 这些看到是相当危险的行径是发生在台东街头 日前出现一名男子疑似拿着铁锤的物品到处乱敲 吓坏了不少路人 还被人发现他不仅逆向骑车 机车也没有挂车牌 影片放上网络之后 不少网友就说在路上好像都看过这名男子 而目前这名男子是已经被警方逮捕 还因为本来就有案在身 也已经发肩执行 手持铁棒的男子站在路旁对着交通号制一阵猛打 巨大声响吓坏路人 立刻用手机拍下这诡异的行径 接着男子若无其事的骑上机车离开 没想到就在下一个路口 男子坐在机车上对着人行道的女子摇动下半身 一连串怪异举动也被路过的民众给拍了下来 男子做完猥胁动作后 便直接闯红灯骑车离去 夸张行径被路人摄影po上网 事发就在二十五号 台东市四维路及闯广路的十字路口 出现这名铁棒怪客 导致居民人心惶惶 警方获报后迅速掌握这名无姓男子的行径 并趁他去超商买东西时将他逮捕 除了持棍棒破坏公务 无姓男子还会对路人叫嚣 甚至还逆向骑车 跟警方在大马路上演追逐战 严重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 经调查 无男日前因妨害秩序案遭判刑 但未按时报道入监 适处游荡 而警方这次也以涉嫌恐吓公众与公共危险罪等罪嫌 将男子移请检方侦办 不过在交通新制上路之后 汽车驾驶人一年内违规计点达十二点 就需要扣照两个月 不少民众及职业驾驶认为是缺乏配套 而且会影响生计的 预计动员百辆车明天要来包围交通部 并赴法院按零声告 对此交通部就表示 已经协调地方来腾出456处空间临时停车 未来将请地方政府持续努力 路边临时停车并排 又或是汽车车不停让行人危险驾驶等 驾驶人只要被开罚滩 也同时被祭典 这是交通部六月底上路的交通新制 民众有不同的看法 不在乎的人其实就是不在乎 我感觉应该是有这样的规定 会造成一些驾驶人 会更注意那个所谓交通规则 交通违规新制是依照行车秩序 及交通安全违坏程度祭典 继违规点数一到三点 只要汽车驾驶人一年内 继点达十二点就会被扣照两个月 许多职业驾驶不满此法会影响生计 三十一号将动员百辆车包围交通部 三个月下来 违规的数字达到四点五万 比以前超出那么多 问题出在道路交通设计有问题 交通教育有问题 应该是你们交通部设计上 就必须要有完善的处理 要配套的措施 此外当驾驶与车主不同人时 车主就得在期限内申请办理 转移驾驶人 流程繁琐 北市交通裁决所今年七到九月 申请转移件数已达十万八千四百二十六件 保证八成多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 针对违规计点规则简化流程会与公路局讨论 一个月内针对计程车招呼站提出规划 也会增设黄线临时停车处 交通部则表示职业驾驶的诉求 已协调地方腾出四百五十六处空间临时停车 会持续请地方政府努力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 而面临数位世代新形态诈骗 资安问题都层出不穷 尤其中国对台认知作战不断 美国在台协会主办的资安安全月活动 与会专家就提醒 认知作战不一定都是假讯息 可能是刻意放大事件片段 搭配大量传播 达到影响民众判断的目的 是要正义民众增加媒体试读能力 也要留意资讯来源 多方查见 资讯爆炸的数位时代 认知作战新形态诈骗 资安问题层出不穷 美国在台协会主办资讯安全月活动 专家表示 认知作战不一定都是假讯息 可能是藉由将资讯重新组装 搭配大量宣传 让事件片段被刻意放大传播 影响民众判断 中国在做这些认知作战的策略跟手法上 其实他们有点像是中央厨房的感觉 就是他们会制定好统一的讯息 然后透过他们底下很多的管道 就做大量的传播 国家有建议 如果看到某些讯息大量 在网路上被传播 要留意资讯来源 多方查证 才能防堵认知作战 治安专家刘伯燕则提到 数位时代资案问题大多分为 各自外泄诈骗假讯息 其中常见的网路购物诈骗 都会采用限时折购 跟火道付款 讲低消费者借薪 他的商城名称 跟他的网站的网址名称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或者是说商家所提供的这个地址 大家也可以做这个地址 到Google Map去做一个反查的动作 这个都是一种 你在购买之前就可以做一个查阅 做一个调查 刘伯燕表示 获到付款诈骗 通常会是八千元以下的小额诈骗 利用民众可能不愿意为了小金额 就去报案的心态达到目的 另外即使是货到付款 发现收到的货物有问题 也可以向物流平台申请退款 才不会让诈骗集团得手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 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同志活动 昨天结束的台湾同志游行 也有原同盟的成员的父母到场 力挺同婚 但您稍后关心 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上个周末的台湾同志游行 是相当热闹 除了游行之外 晚上还进行了议题倡议时段 不同领域关心同婚议题的团体 是轮流上台分享 而台湾原住民同志联盟的李信 他十月初才跟他的伴侣完成婚礼 而李信的父母也现身 台上进行短讲 也是原同盟守队上台发生的家长 一片欢呼声下 台湾原住民同志联盟成员李信 站在舞台上 而在他身旁的 除了刚新婚的太太之外 爸爸妈妈也用行动表示支持 现身站台 开心又紧张的心情 李信酝酿整整三年 面对自己就是那少数中的少数 何尝容易 不过亲情依旧是他最大的后盾 我的李信 他是个很爱部落 也很爱这个社会的孩子 所以我很尊重他 支持他 更会陪伴他 希望大家珍惜身边的家人 也接纳他们 妈妈爱你们哦 父母双双北上来到游行现场 更在台上发表肺腑之言 力挺同性婚姻 也成为原住民族公开追求 同志权力上的一大历程碑 而高等教育是培养国家前瞻专业人才的摇篮 要了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与核心能力的表现 也衡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最有教育团体以大学教授作为对象来进行民调 发现教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前途感到悲观 并且各项能力都比十年前还差 国家的建设依靠人才 人才的培养仰赖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 有关国家未来的发展竞争力 黄宽归教授教育基金会 公布教授眼中的大学生民意调查 对象为全国大专院校的教师 并与2022年对大学生学习动机的调查做对照 超过五成教授对学生未来感到悲观 学生有超过三成五表示对未来茫然 根据调查报告教授对大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现象问题最严重的是上课玩手机或分心有百分之八十三点二 其次是大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现象 是迟到早退 再来是睡觉或吃东西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教授认为学生报告抄袭 拼贴网路资料的情况普遍 百分之六十三点九的教授认为学生要求老师提示考试内容重点 还有六成的教授认为大学生 并不关心社会议题 参与课外活动也不积极 我们的大学生好像都感觉到没有未来 也觉得未来的前途不知道在哪里 这是国家最大的隐忧 没有未来 没有希望 他就不可能努力力争上游 就没有这个动力 他就可能过一天算一天得过且过 那么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跟竞争力自然就会上市 环顾会基金会过去曾做过三次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 此次用教授观点来了解教学现场 综合几次的调查报告 对政府提出警讯并呼吁各教育部门 应该积极推出对大学生未来发展有希望的政策 并努力去实现执行 于是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道 相信大家会感受到天黑之后天气就渐渐变凉了 而这也进入到了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季节 上周29号是世界中风日 世界中风组织指出 其实有九成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 因此国建署就提醒国人远离八大的危害因子 像是三高 肥胖 吸烟等 并且做好规律的运动 良好的生活作息 也是有助于预防脑中风的发生 7月29号是世界中风日 世界中风组织WSO指出 全球每年有超过一千两百万脑中风 并强调有九成的中风是可以预防 像是三高 肥胖 吸烟或是运动量不足 都是脑中风的八大危险因子 其实脑血管疾病在前年 我们前死因的第四名 去年是第五名 在健保的部分 一年大概有四十三万 七千多位的我国的民众 就是发生脑血管疾病 血压有没有定期去测量 我想这个很重要 每天量两次血压 早上跟晚上 看看你的平息血压 有没有是在一百二八十以下 如果你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 或者中风心血管的患者 你血压的目标是一百三八十以下 慢慢进入秋冬 正值鲜血管疾病的耗发季节 早晚的气温变化大 长者维持健康身体 也有自己的小胚部 早上尤其起床的时候 有没有 我一定会动我的手脚 让自己的血液循环了以后 我才会下床 然后自己头部啊 叉叉 还有耳朵啊 动一动 手啊 我都会这样运动 我早上起来洗个脸 然后我就穿个布鞋 我就慢跑 我每天早上慢跑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煮的时候尽量吃 不要放太多盐 要吃浸淡 透过清淡的饮食控制血压 更多的时候 长者多是靠着规律运动 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 然而该怎么动的正确 健身教练就建议 可以做一些中低强度的 有氧运动 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生活作息 都是预防疾病的方法 国健署也强调 不止中风患者应预防 家属也应注意自身健康 降低暴露在危险因子的环境 接着看到屏東县 狮子社区长照机构 去年十月成立 长照个案的长辈 因为行动不便 平常就比较少出门 趁着机构一岁生日 刚好适逢重阳节 特别为长辈们安排了 墾丁一日游 让长辈出去走走 走入人群 肯定一日游第一站 狮子日照长辈来到台电展示馆 在导览人员带领下 长辈永远回答问题 制造机构长辈因为大多是长照个案 平时几乎很少出门 这是走访新鲜的环境 长辈们都非常开心 为了让长辈们可以自由移动 狮子日照机构不但全员出动 还有家属和志工一起来协助 不过因为一半以上的长辈坐轮椅 光是上下车就是一大考验 我说他们高兴就好了 回出来走一走上上心 他们也是很快乐 每天都在那个里面 他们走出去 我相信他们的心就比较开心 交通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我们在想我们要哪里去找一个中心 因为我们来这次有 我们预计就15个长辈 然后没有中巴 然后调整 尤其车辆 就像我们刚刚光上车 就花了快半小时 坐轮椅安排车子 然后要固定要什么 狮子日照机构这群长辈 有的从躺在床上到坐轮椅 有的从坐轮椅到试着行走 因此承办狮子长照的基金会 决定送长辈好鞋子 期待他们新的一年 越来越健康 为了推动自然生态的地方文化 肯管处在屏东的满洲乡 里德社区成立了满洲生态旅游中心 希望透过具有环境教育意义的软硬体设施 来建立在地居民环境守护意识 也提升社区关怀 并且将环保环境保育的观念 落实在生活当中 位于南台湾恒春半岛的满洲乡 命含无形的文化资产与人文地景 及生态资源 其中满洲乡的里德社区 积极发展转型 规划推动在地生态旅游 及环境教育 为了提升在地旅游品质 及推动生态环境教育 肯管处移住经费 兴建了满洲生态旅游中心 培育居民参与推动社区生态旅游 打造生态旅游中心成为全乡旅游的核心 保存记录满洲乡旅游 浙江生态旅游发展的过去与未来 不仅让当地居民了解家乡环境 也能让游客有更深刻的认识 沿着种种事迹 我们的生活习性 而且我们过去 我们在做一些的 裂补或是什么样的时候 没有再考虑到什么叫做保律 那有这个生态旅游中心 大家就可以聚集在这边 也可以说谈谈一遍 谈天聊是非 也可以说是 对我们整个满洲乡 就是有一个中心 旅游中心规划了农特产与文创展售空间 风味餐料理室及多功能媒体室等 肯管处也期盼满洲生态旅游中心 能成为旅客来满洲旅游时 提供旅游咨询服务 及购买在地特色商品需求的最佳场所 原是熊哥舍 平庸满洲 采访不到 谢谢看到为您整理的 原住民族相关活动信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东北季风持续影响 迎封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多云有短暂雨的天气 其中基隆宜兰的雨势最为明显 南部山区午后也可能会有短暂震雨 而在气温方面 北部及东半部高温 约在26到28度左右 和昨天相比确实有比较回升 而至于其他地区的云量 因为较少 日夜温差也比较大 请民众多加留意温度变化 来调整穿着 至于详细的天气资讯 接着带您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 屏東狮子牡丹满洲高温23到26度 都有三成的降雨机会 泰武来一圈日高温25到26度之间 都是两成降雨机会 三地门屋台马家最低温在屋台 只有14度高温来到25度 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出现在 桃园只有8度高温23度 嘉义阿里山9到22度 南投的人爱鱼池水里信义 最低温只有6度高温来到22度 台中和平12到21度 苗栗南庄施坛泰安15到21度 新竹关西尖15峰最低温在尖10 只有9度高温来到21度 新北乌兰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14到21度 乌来有5成的降雨机会 宜兰的大同南澳 12到22度 7到8成降雨机会 花莲新城 花莲新城 花莲市吉安21到24度 有4到5成的降雨机会 修林万荣14到24度 3到6成降雨机会 寿封封兵 19到24度 6成的降雨机会 凤林光复瑞岁 20到22度 浊西玉里副里最低温出现在浊西 只有6度高温来到22度 台东庄宾成功东河 21到24度 最高有5成的降雨机会 池上观山海端岩坪 14到22度 陆野台东市北南18到25度 都是2成的降雨机会 台马里道 军风达人高温在24到26度 2到3成降雨机会 蓝宇23到25度 有6成降雨机会 外岛的连江金门澎湖 21到25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五安报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阿拉斯 我们再会 五安东庄宇宙 十分开裂 四年 一 五安六